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让台湾的经济 让台湾的市场回归市场面 不要受到这个因素不断的干扰 不断的凝持 正所税法删读通过 明年元旦正式上路 只要台股指数达到8500点以上就要分急剧扣税 另外正所税修法中也增加了大户条款 如果全年出售金额达10亿台币以上的个人 也要扣脚正所税 以抓到放小的原则 希望把台股市场的冲击降到最小 我们先请教凤馨 其实我们很难看 很难得看到王金平这个锤子敲了下去 这真是王金平很久没有做的动作了 好久不见了 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召开临时会似乎这个意义做到了 包括美牛案 包括正所税案 国民党都大获胜 马英九的领导危机是不是就这两个议案的通过 也正式的解除了 这两个议案能够顺利的通过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民众已经认清这两个案子 其实他必须要赶快的通过 台湾才能够往前进 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 那么以TVPS所做的民调 这两个案子支持的这个比例 其实都是远远过半的 跟之前的民意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美牛的案子是出现反转 正所税的案子其实不管是 过去中国时报所做的民调 或者是研考会自己所做的民调 其实支持正所税的民意 其实一直是超过六成 现在相对来讲反而是偏低的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因为经过了股市很大的波动之后 很多人之所以会用时机不移 然后来反对正经交易所的税 你就会知道说 他因为获得了相当的民意支持 但你要反对他 你又不敢去反对那个基础的民意 你只好讲说现在时机不移 所以马英九其实应该在这一次当中 学到了一个教训 我们过去其实就说过 其实马英九的危机从来都没有出自于 他自己的党内 现在的国民党 能够经过了这个两讲时代 然后再经过了李登辉时代的斗争 然后所留下来的国民党员 其实都是被巡浮的相当乖顺的 一群国民党员 愿意听话的人 我觉得他们都欠缺斗争的性格 革命的性格 所以反映在是 其实内斗好像也斗不出一个章法出来 外斗他更多不过民进党 所以你从这个外斗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国民党很笨 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跟民进党竞争 但是你从内斗的角度来讲 其实国民党内也变得非常的巡浮 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领导者 那底下的人其实你很难找到 足够集结的反对者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状况 所以马英九真正的情况是 他如果能够说服群众 说服民意 然后让民意有近乎过半的支持他的话 那么反对的民进党的声量就会降低 那这个时候呢 他所领导的这一批这个国民党呢 他就可以借由人数优势 然后通过他们想要通过的政策 所以关键点一直都是在 马英九如何去说服民意 而并不是马英九如何的去说服 他内部的同志 或者去说服民进党 封信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一阵子 大家来观察马英九的状况 封信觉得说是他个人挑战他个人自己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马英九其实在这一次立法院临时会召开之前 他似乎有所感 我们来了解一下马英九在临时会召开前 他说了什么话 马英九他说呢 这一次立法院的临时会是外界观察立法院 行政院跟国民党能力效率和团结的橱窗 他希望呢呼吁这个党籍立委能团结一致 让台湾得以加速前进 请问笑容 其实马英九应该很清楚 这次临时会对他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当然重要 因为这已经拖了半年的时间 当这半年到当中 其实大家再一次看到就是说 马英九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政策背后的政治操作 是没有情感温度的 因为没有情感温度 所以他在推动一个政策的时候 他全部都仰赖理念跟语言 对 那个语言就包括他对外的讲话 但是当大家不想听你讲话的时候 他的政策沟通就瞬间就连一点效果都没有 就只能够在立场上面去对决 他不像是过去某一些大家觉得 觉得可以玩弄权柄 或者是有个人魅力的这些政治人物 不管是李登辉 或者是说像是陈水扁 或者宋楚瑜 这些人都是有某种个人魅力 跟就是说这种政治手腕的 所以他们在推一个政策的背后 他的政治操作就有个人的温度跟感情在里面 有感情温度 有些人是觉得我可以闭着眼睛情意相挺 马英九没有情意相挺的东西 他纯粹在他的语言 但是马英九这个语言魅力又极差 比唐湘龙更差 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 所以才会有之前这一段的一个 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 即使今天大家 大家就是说回头看的时候 就众理心寻他千百度 你莫回首 不过政策不会就是跟一开始一样 有什么差别 那走着半年干嘛呢 半年就觉得虚耗 那虚耗我们把账算了马英九是哪 我也不能说错 因为那个是他个人的政治特质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时间的轴线 你拉长一点来看的时候 他终究是过了 他终究过了 而且这次的过 其实对马英九来讲 他有就是说这种 这种就是说 狮之东 收之桑鱼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无意当中 他对于党内的整合 就他几乎没有被吹灰之力 但是因为党员本身的危机感 自动团结在他的挥和挥下 并不是他的召唤 而是党员突然间有危机感 怎么我们的领导人才半年 就被斗成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纷纷表态 他并没有去收拢这些人 而是这些人就自动就靠过来 因为他们开始有危机感 这是他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就是政策又过了 同时党突然间营造出一种团结的气氛 这一次立法院的临时会制作会过 我们再讲就是说 并不是马英九说要过 而是因为王金平说要过 所以说马英九说要过是不会过的 但是王金平说要过就过了 王金平真的像是在圣经里面 你看到的那种的就是创世纪一样 就是说我们当今的上帝 耶和华说要有光 光就来了 在立法院里面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王金平都用真诚示好 我在立法院里面 我都把你摆平 在野党所有的反对的声音 大家都只不过是过场系的龙涛而已 叫一叫闹闹就算了 这么轻松的在这两天就把这些案子都搞定了 大部分外人会觉得说那你们前面半年在干嘛呢 前面半年就是因为马英九跟他的党内的这些的同志们 之间不是离心离德 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状况 他基本上面是需要团结在一起来处理的 但是我觉得眼前可以过 就是因为党内的同志觉得团结很重要 所以这些案子就过了 那过了之后我觉得马英九除了案子过之外 同时他有机会 马英九如果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他有机会把国民党的政治 在走出半年泥闹之后 带进一个新的可操作的一个一个氛围里面 我觉得政治的可操作性出来了 向你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大家都会很怀疑说现在临时会竟然在这两天 这么轻易的这么轻松的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美牛案跟所谓的证锁税案就过关了 那之前呢这半年之间 大家走进台湾的观众朋友 如果走进台湾非常清楚 台湾政治上似乎也因为这些议题 而闹得纷纷扰扰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刚向你讲到一个重点 说王金平的角色 我们这边做一个整理 大家都认为说这一次的一个 立法院的一个投票状况 是不是代表马英九的危机解除 而这危机解除 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就是王金平 所以大家都说 马王这一次又合作了 所以还有我们一起来讲好了 最近的这个吴敦义也深陷了 所谓的灵异式涉探案的风暴当中 以及立法委员党级立委 在之前跟马英九的这个 所谓的有对抗的声音存在 这些事情好像在这一瞬间 通通都得到解套了 其实马王现在没有合作的问题 只有马英九要如何去 能够让王金平成为他协助的力量 因为现在王金平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他用的人 王金平他是部分区立法委员 国民党的部分区立法委员的第一名 所以马英九是党主席 换句话说 这个人是你点名要当部分区立法委员的 那这个人他担任立法院院长 当时也是经由跟民进党的竞争 所以也是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一票一票投票支持他 然后当选立法委员 立法院长出身的 马英九理所当然应该要去领导王金平 但是呢 他问题就出在说 马英九其实在很多的政治 尤其在人的操作上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生疏的 这或许是台湾必经的一条命运 因为过去我们经历过 李登辉 陈水扁 他们是非常善于操弄权术的人 结果我们就选出了一个最不会权术的人 所以他在政策的沟通上面 以及人的操作上面 其实他的反应都是非常的糟的 那么这一次你说马王合作啊 不如说是王金平认知到说 再不处理 连他自己都会出危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王金平与其说是为了马英九 而通过这两个案子 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 或为了国民党而必须要通过这个案子 不过这个过去的这个事情 你如果把它先放到一边去的话 现在马英九唯一的优势是说 他重新刚这个 湘龙用了一句话叫做 拾回了政治可操作性 今年1月14号选完的时候 马英九其实是整个的满意度的高峰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 马英九要推任何案子 任何案子就会立刻通过 没有想到这几个案子会拖这么久的时间 现在他可以在走出泥闹之后 重新去思索每一个政策 他在推动的时候 他的一些细密操作 而现在大家又重新相信 你应该可以让政策过关 这时候就必须要在 重新拾回他的政治上面的可操作性之后 真的要推一些 让民众相信你一推 大家接受而且能通得过的政策 是 如果像两位来宾所分析 马英九现在此时此刻的 时机点应该可以来做 他所谓的政治性的操作 但是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是在此刻的一个时间点 很多国民党内部的人 他们出来停马了 停马开的第一枪是 台北市长郝龙斌 怎麽一回事这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内幕吗 我们稍后回来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市 马英九现在的状况 应该是一扫半年的阴霾 包括他最重要的两个议案 美牛案跟证所岁案 都在立法院的临时会里面通过了 而最近不止有这个喜事 是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 全力停马的声音 此时此刻非常有趣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他开了第一枪 这第一枪当然不是不好的 他是力停马英九 继续连任党主席 我们一起来了解 发着林毅事 让马英九清联招牌顿时蒙成 加上政策无法获得党内立委支持 政权提前宣告跛脚 一度还传出国民党中常委选举 反马才拉得到票 不过台北市长郝龙斌 星期日在国民党精英座谈会 率先停马 他们的连结操守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国民党身为党员 尤其应该团结一致 座谈会上郝龙斌喊出 寒天饮冰水 点滴在心头 要党内合作度困境 国民党秘书长林忠生 顺势高呼 党内大团结好不好 一搭一唱 郝龙斌大动作 为马进来困局担任救援投手 林一项暗中较劲 林一事案始终保持中立的 新北市长朱立伦 以及被贴反马标签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纷纷跟进 对马清廉 对武 我们都是百分之百有信心 我支持马进去连任的 反马风向转为尊马 马英九跛脚脚危机暂时解除 好伦斌 朱立伦 胡志强 国民党最耀眼的中生代明星 郝立强三个人 在后马时代跳出来表态 接班卡位战 各自盘算 我们请教奉心 这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还记得 不过是几个礼拜前 大家对于国民党内部 反马英九的声音 我们还在持续的讨论 没想到才几个礼拜的时间 停马的声音现在这么的大 尤其是政治明星都站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台北市长 郝龙斌他的第一枪 马英九的清廉 没有人会怀疑 寒天引冰水点滴在心头 同志因合作度困境 支持党领导人 这一枪对党来说 意义也非常的重大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恐怕 没有一个人 是马英九策动出来的 过去我们其实看 很多领导人 要度过他的危机 他需要党内的同志 来支持他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 有一些人的穿梭 然后去合纵连横 但是这一次 跳出来的人 恐怕自己都感觉到危机 所以他们主动 跳出来的目的 恐怕不纯粹只是 为了马英九 而是担心 如此的情势下去的话 那么马英九或许还没有 完全的被拖垮 而国民党整个都被拖垮 所以马英九会在 没有操作的情况之下 这些人跳出来 其实只是反映了 他已经把事情做得 再遭到一个不行了 好龙斌会做这样的举动 其实不让人意外 我们不管讲好龙斌也好 或者是胡志强也好 他们我想朱立伦 反而要放在另外一边 因为朱立伦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是更密切的 是有私交的 私交的关系更好 更密切 但是胡志强也好 郝龙斌也好 我觉得他们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是会有小小的抱怨 但绝对不到反抗 反对 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一种 国民党很特别的一种氛围 你会在私下抱怨 可是等到说事到临头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你好像不出手不行 这就是好龙斌跟胡志强的一个状况 是 那么今天整个的国民党的情势 至此就会反映出来说 国民党呢 他再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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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之下 那个死中的国民党 他就会在最遭的情况之下 团结在一起 见出来 对 好龙斌是如此 胡志强是如此 朱立伦也是如此 因为对他们来讲 刚刚虽然说很多的新闻都会讲说 这是不是后马英九时代的卡位战 我必须要说 所有的卡位战这个时候都不会动 尤其当吴敦义深陷风暴的时候 朱立伦的唯一选择就是低调 低调再低调 要像是沙漠里头的那个鸵鸟一样 把头给塞到那个沙里头 绝对不窜出头来 因为所有的竞争 绝对是在2014年之后才开始 这个时候 串出头来的人来 反而会成为所有的人的攻击的标的 是 所以我们要继续来请问 其实因为这有一个时空背景 也就是最近因为副领导人 吴敦义似乎深陷了临时风暴的 他自己也陷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危机里面 所以包括朱立伦说话 包括胡志强说话 这些大家都会让大家有很多的解读 所以说朱立伦他也大动作的 只是挺马马应该不止吧 他也说对所谓的这马英九的青年 无庸置疑 对吴敦义他是有信心的 不只是朱立伦 胡志强他也讲了话 胡志强其实在先前林医师事件爆发的时候 他也说了 他说国民党员一定要永远拍手叫好才叫忠诚 不能提出意见吗 他认为提意见才是忠诚 不过最近他又我们刚刚VCR里面看到 他也说他绝对力挺马英九 所以你先往来分析一下 在现在的有这样子所谓的 吴敦义可能深陷政治风暴当中 然后现在所谓的政治明星又出来力挺 这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当这段期间特别是在马英九的声望 因为三个政策 三面开战 同时开三个主战场 那是基本上是发了疯的政治人物 才会这样做 马英九就是那个发了疯的政治人物 同时开三个主战场 然后每个都打的就是说 就是把自己搞的就品欲奔命叫焦头烂 他声望这样一直下来 再加上林医师的事件之后 等于好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把整个马英九跟马团队的士气 几乎就压垮了 这段期间里面你一定会听到很多台湾的一些 一些名嘴或者是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在分析就说的接下去的 就说特别是国民党的内部的政情的时候 以及台湾的总体的家族政治走向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说马英九已经完了 马英九他不只是跛脚 马英九是断脚 国民党的内斗已经起来了 后马英九的时代已经提早到来了 已经是群雄并起 这个跟那个核 这个跟那个谁谁串联 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说那些都是在鬼扯 你不只缺乏政治的尝试 同时对于国民党的内部的政治文化 你完全外行 那完全外行 你又想当然而去做那种推论 国民党目前的情况 我很简单讲 国民党目前的内部的情况 他没有任何内斗的气氛 你可以说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沮丧 或者说觉得有一点的失落 那个其实是有的 那国民党当前的 不要说马英九 在马英九之下 就是说可能准备要上来的 下一个接班梯队 这些人之间 或许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未来的厉害上面的矛盾 或者说偶尔私人的关系上面 或许有一点点的 这些小小的矛盾会的 你的牙齿都会咬到舌头 但是如果因此去放大 把过去的这种台湾的官场上面的 那种斗争经验 把它放大觉得说完了 这些人都已经是准备要 要好像就是要准备要开干了 就是这个刀子家伙全部都操操 怎么样是撕杀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国民党过去给那一种 就是说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的评语 现在的国民党内斗是外行的 外斗更外行的 他根本就不会斗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治集团 所以当你听到就是说这些 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郝龙斌也好 他们不只是挺马而已 你要听清楚 他们还挺吴 对这是刚刚我们所要继续延伸的问题 理论上面来讲这些人将来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 就是吴敦义 吴敦义只要下来了之后 他们就真的每个人希望都增加很多 他何必挺吴敦义呢 他们是为吴敦义的操手在背书 你从光明念来讲 你可以讲说国民党的这些台面的政治人物 他们或许对一些细部的政策看法 他们来讲多少会有一些意见 可是基本上面 大家没有自私到想要去落井下石 经过了这些事件之后 我觉得好一点的 善一点想法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些的这些当权派的人物 他们经过这半年的时间 我认为他们会对于国民党未来如何走四年 会有一些重新的体认 那如果马英九能够重新的体认 能够真的在政治操作上面有进步 那当然最好 不过那个是原木求鱼 要马英九去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回头去 我觉得马英九有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 在面对到这么强大的压力 他没有犯道德操作的错误 他声望是15% 他都还撑着 我就光这件事情就不太容易 平常我们常常想说 马英九太软弱了 不 马英九给我的感觉是太强硬了 强硬到就是 当他决定这件事情我要做的时候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 我就一定是做到做到底 所以今天你回头去看的时候 李白的那句诗永远是有用的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这两个案子不就过了吗 所以说很多人解读现在的现象 现在的现象包括马英九似乎危机解除 同时国民党也因为前一阵子的危机 现在国民党似乎也大团结了 最近台湾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今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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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